評判部會是講一下我們公司創業的一些過程 然後後面再接一些COVID的介紹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今天主題也的力量這樣子 所以比較是一個平時一點的東西 大家就是這樣沒有什麼高潮的 首先先做個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兩個都很特別 中文王林御祥四個字是雙姓送名 一般雙姓是接單女比較多 那這有家族人數有機會有興趣的人再來了解 那ERV也是一樣ERV的小名 目前我還沒有碰過人物狀態的 這不是我自己覺得 是我第一次學ADC的 所以就老外的老師他給我的 然後中興化文系畢業 然後再來就是一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 幫過工程師 但不是寫COVID那一種 那都是做測試那一類的 但那個工作是因為他離家近 然後錢還不錯 事情沒有少這樣 但滿足兩樣的 然後在那邊費了有點久 後來覺得不行 我應該要靠嘴巴吃飯的人 怎麼可以這樣窩在那邊呢 所以我後來就跑出來當業務 因為我要做代理商業務 還有就是保險 保險業時身份現在還在 那只是一方面 因為從事業務工作的關係 所以有機會接觸到下面第四個 Toastmaster這個社團 所以遇到我的創業模板 Howard 用網紅口力 應該有些人知道他 所以創業原油 其實創業這件事情 應該都是從需求開始 但是要創業就一定有需求 有問題代解決 所以才會產生一個生意的機會 所以這個機會就是從我的partner Howard他 簡單講他當時人同的 業務量大了 一個人做不來了 對 需要找一些人幫他 所以我們才開始討論這些事情 應該也是經紀人啊 後來想想 乾脆把它變成公司這樣子 對 所以說創業就是一個因緣智慧 那你需要 我覺得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過程 你要平常就有持續 你要有持續去接觸 才會碰到的人啊 就去把他抓起來這樣做 對 其實他一個人 Howard他這個人 他可能做得很好 他當時生意做得很大的 應該說 當時還沒有到 但是在急速的發展 所以說有一句話說 人好 你一個人你可以走得很快 沒有錯 但是你走不遠 到最後你一定需要團隊 來幫你一起做出很多事情來 那在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創業原顧問 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的英文是Alpha Bridge Agency 那 會取 拿橋做Logo 就像我們右下角 那名片片片一樣 You're British to the World 是我們的一個slogan 就是說 當希望透過 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有溝通的橋樑 所以我們希望作為 我們身邊的人 就是幫大家作為一個 通往世界的橋樑 透過語言這件事情 那我選Alpha這個名詞 是因為第一 我們在 我們一開始 關鍵字有講 我們Alpha Postmaster 是在那個地方 開始的 然後再來 Alpha這個詞 在英文裡面 本身就代表一個 應該說 林某陽的這種地位 對 像有一個名詞叫Alpha Male Alpha Male Alpha Male意思是說 你做一個男性 你可以做一個 簡單講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男生 對 這個Alpha Male的這個詞 現在在網路上 有一些 從法內學裡面的人 會上被用到的 你要怎樣作為一個 Alpha Male這樣的男性 OK 那所以我們的 Mission and Vision 就是下面那個 You're British to the World 我們希望透過語言這件事情 透過各種的應用 幫大家去往世界結會 那我們的工作 目前來講 最主要有公一的結案 然後還有教學 我們做口譯的教學 那之後還有會有 人生往口譯表達 那口譯的話 你逐步口譯為主 我有分類 待會不會講一下 中英跟中日我們都有做 那我們的網址 很簡單 Alpha Bridge Agency 縮寫ABA aba.com這個東西 一定馬上就被用走了 所以說我們就想到了 當時是去年六月的時候 當時 九四八四 九四毛 就在留情上 所以我們就拿了 加上了九四這兩個數字 所以協議念起來是什麼 就是Alba 但是我們運過Alba 我們很合理 這樣子 OK 那什麼是 翻譯跟口譯 簡單解釋一下 翻譯概括的口譯 口譯跟筆 那翻譯是一個統稱的名詞 那口譯很簡單 就是透過口語的方式 將一個語言翻成另外一個語言 那筆譯就是書面 OK 那筆譯是 應該說口譯是我們主要的業務 口譯又分成所謂的 隨形口譯 逐步口譯 跟同步口譯 同步口譯特別的地方 應該說它困難的地方 在於說 台上講者在講話 比如說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 聲音會透過麥克風傳到 透過設備傳到 遠方一個小瓶子 大家可以透過小瓶子裡面 做的人帶者耳機 他會聽到 講者台上即時的聲音 在下一秒間隔 大概一秒差一到兩秒時間 就要把講者所說的話 翻譯出來 簡單說沒有間隔 台上講者不會停下來的 異證 不要一直持續地翻下去 所以很燒腦的工作 他所謂逐步口譯 是只站在旁邊 講者跟 講者跟異者 都站在台上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口譯 可以連結到 剛剛物理講的東西 先表情天氣很重 特別是逐步口譯的時候 講者跟異者都站在台上 講者在講話 異者要翻譯的時候 如果是帶有情緒性的話 通常一個好的異者 必須要把情緒的表達出來 特別是有一個東西叫直銷賞 因為我直銷是國際直銷商 是真的喔 他們來台灣辦大會的時候 他們需要請翻譯人員 常常他們沒有用同步口譯 他們用逐步口譯的時候 當你的異者站在 聽旁邊那個人 他講得很high的時候 在講大家打算什麼樣的業績 希望大家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你異者翻得不很平的話 那你直接公平就不會被請了 所以說聲音表情跟口譯的連結 在於說 當作為一個口譯人員 他同時是講者的一個化身 特別是站在台上 做逐步口譯的時候 雖然逐步口譯 講者會停下來等你翻譯 你不確定有東西 你也可以問你旁邊的講者 同步不行 但逐步口譯的難地方在於說 你同時出來拋頭露面 所以說有人喜歡做同步口譯 是因為他可以待在箱子 他不用站到台上去跟大家見面 但逐步口譯需要站到台上 那就需要你的聲音表情 但也不是說同步 就不用聲音表情 因為翻得好不好 我們透過聲音 只聽得出來 大家對於聲音的感受是很強的 我今天設定的主題 語言的力量 其實語言這個東西 我自己的 我會這樣說 知識是 語言是知識的載體 同時知識也是力量 知識的傳遞都是透過語言來進行的 不管是書面或是口語 所以說有一句話叫二語商人三中 二語商人六月寒 六月寒 你話講得好不好很重要 那講得對不對又更重要 特別是我在從事日入工作以後 其實發覺說 把話講好的這件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對 那特別是當你還要再用外語去講的時候 我們就我個人的觀察 母語講得好不好 會很大的成分決定你的外語講得好不好 所以很 這是我們 在目前我們做 總是這份工作 同時我們也做一些教育相關的東西 語言教育 我們所觀察到的心常是 很多人 特別是台灣的家長們 會 一味的去把 去追求外語方面的學習 而忽略了母語方面的學習 但事實上 母語的根基沒有做好的話 那你的外語學習 你很難演 很難把它學得好的 那語言其實它 呃 我們說 來講 從演講這方面來看的話 語言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在銷售語言 或是演講的語言 你可以去煽動人心 這是真的 透過 比如說我們講希特勒這種人 好的 他可以透過他的演講 去鼓動很多的人 去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 當然銷售也是一樣 甚至透過書面的文字 大家看過好的文案的話 其實好的文案是可以透過文字 去跟讀者去做情依式的狼狼 而讓你去下一次想要去做一些不玩的行為 所以這就是所有語言的力量 所以你講的好不好 寫的好不好 這個事情 都是需要經過一些訓練的 舉個例子 你的名字 我不是要講他不懂話 我是要講說 名字這個東西 其實在語言上來講 它是這個概念 大家想想你的本名 你本名其實是具有一點制約性的 通常什麼人會連名帶姓的叫你 你可以去想一下 通常在現在 在大多數時候都是親密的人 你去外面看醫生診所故事 叫你全名的就算好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自己的家人 或是你的親密的人 才會去叫我們的朋友 比如說現在 我的名字特別是一個字比較強 為連名帶姓叫我的 大概只剩下我國中同學 對 家人不一樣 家人有別的稱呼 那我國中同學他們是因為我們 認識了15年內 到現在還有在聯絡的 我們真的就是 本名上直接連名帶姓全部會叫 其他人沒有 大部分 大部分呢 大家就是王林 阿玉祥 或是這種 林玉祥 或是各種台電組的 所以說 大家想一下 那如果今天你在家 你媽突然用一個有點低層 很爛的武器 叫出你的本名的時候 通常是不是帶圓畫戲 或是做什麼 還是帶進光調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本名的制約的力量 那這個東西在武學上 也常常會使用 以西偶記來講 就是那個烏 你講的烏 叫著誰 你只會被失進去 然後還有一部 還有一個 《地海戰記》 不知道大家知道 《地海戰記》 這部情況小說裡面 又是中華真名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 主要真名這個東西 在武學上 它就是作為一個 元素在被使用著 因為它是帶有 帶有一個力量在的 那再來 大家應該會很關心的議題 如何學好所謂 所謂的 英文 或是說如何學好普遍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分享 我們會認為說 第一 你要跟你的生活環境有所連結 學習語言 你要找到你沒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去 應該說根基要先學好 有些根基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去 像ABC那種語言死背 不然怎麼辦 還有發音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忘掉你的東西 應該說忘掉你的語言邏輯 當你要學外語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學過 我可以講中醫日靈胎 然後我還學過西文 我還學過越南語 那特別是我在學西班牙 跟越南語的時候 我觀察到這個現象 很多人 比如說學西文的時候 很多人會去 有點像標著一個感覺 把發音喔 發音用英文的發音 規則去標著它的發音 去標西文的發音 然後比如說 學越南語的時候 用住音去標 它這個音怎麼發 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 比較不好 因為你會套用上 你原本熟識的語言邏輯 好笑 對 就是說 你要拋掉你原先熟識的語言邏輯 去學習 特別是在發音規則 這件事情上面 還有文法也是一樣 你要放下你原先熟識的東西 去進入到 全新的語言邏輯當中 當然這一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豐富 因為你要去印記它 但基礎打好之後 再找到跟你生活連結的地方 還有環境 去學習才會比較室內工滿 特別針對要出國的人 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小時候 英文已經答案蠻好的 而我其實沒有出國念過書 但我英文還算OK啦 就是 還 後面有一個證人 待會可以問他喔 對就是 呃 我曾經在大學之後去美國三個月 三個月 屬在打工 但那三個月對我的語言影響還蠻大的 就是我在那邊明顯感受到我的進步 這樣子 就是一個基礎打好 你有一個好的語言基礎 你去到一個環境之後 你再去 進入在那環境當中 你的進步會非常快 如果你是從你開始出去 再回來的話 那個有點虛 我會說那個是比較虛的 好最後 一小 最後就是前面是我分享 那這邊是我們公司的 你寫 去完後連結跟王子 然後王子很簡單 有時他要把他卡 就好了 有問題諮詢 可以到那邊去寫信 這樣子 好啊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我在 他跟他認識的時候 大概是在去年 有一場 去年